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想摘一点蚂齿菜 回家做一个凉拌蚂齿菜吃 这个蚂齿菜也叫有地方叫法都不一样 有叫是蚂齿馅 还有很多人叫这种菜叫长命草 哦,长命 对,这个长命草,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 这个蚂齿菜它的作用很大 这个呢,大家可能都知道 对,这个长命,这个蚂齿菜呢 有的被叫它是什么天然的抗生素 就是它这个抗消炎,抗真菌的作用特别强 所以说你经常吃点蚂齿菜 消炎,消肿功效很好 对,我知道它做这个菜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抹一下,用烫一下 里边全都是稀拉拉的 都是像胶一样的 很多的胶在里边胶质 是不是那都是蛋白呀 这个蚂齿菜它还有丰富的 Omega-3,像你吃沙蒙鱼很贵 就是为了吃里边的这个Omega-3 实际上这个蚂齿菜 Omega-3含量很高 所以说经常吃蚂齿菜除了可以消炎,抗肿 消肿之外呢,它还可以降血脂 而且呢,对提高好的胆固醇作用也很高 那就Omega-3的话,肯定是会去减肥的作用 因为咱们Omega-3和Omega-6的比例严重失调 如果要是增加Omega-3的话 肯定会让体重肥胖的现象会减少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吃的时候 还有一个好很冥想的体会 就是说排便功能很好 如果你吃一盘这个蚂齿菜 好像对通便作用很大 效果很明显 很容易把你肠子里边的东西给你扫出来 这个蚂齿菜作用这个大家都认识到了 我们家的这片蚂齿菜呢 实际上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们经常 我是经常看中文节目 中文的养生的 说蚂齿菜怎么样怎么样好 有一次我到这个Farm Market去买菜 我发现有卖蚂齿菜的 我就买了一把蚂齿菜回来 因为我在后院洗菜 洗完菜以后那个水 就倒到地里边了 可能这个蚂齿菜又比较老 已经长肿了 所以那个肿就拍到这个地里边了 结果呢就在地里开始长起来了 所以说就是说已经有好几年了 这个蚂齿菜在我们家繁殖 所以我洗菜的时候在外边洗 洗完了以后呢水倒的到处都是 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这个蚂齿菜就长的到处都是 它那个头这个地方是不是 开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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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种子 对呀 你看这个我照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开的花 开的花你拉近一下 这个是你看这个花还没开 你照近看了吗 对 这个花还没开 这个花一开了以后呢就是像这样子 你看 这里边的黑的你看见了吗 哦 看见了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种 哦 看见了吧 对对 这些种掉地下它就 它就长 对 你看这些种在我手里边 哦 还真是 你看这些种 这些都是它的种 所以说呢就是说你洗菜的时候 如果蚂齿菜开花了 它就有种了 这些种子呢你放到地里边 然后呢它就会都 都都掺出来 这个蚂齿菜实际上呢很容易种 如果说呢 你可以冲种子 我们家这一片就是一开始 是冲种子发出来的 再一个呢就是说 你公园里有很多这种 其实蚂齿菜你要注意看的话 你去挖一棵回来以后 在你家里种上 然后让它长得老一老 开花了有种子就可以繁殖 对 而且呢这个蚂齿菜 除了这个挖一棵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蚂齿菜 你看它长这么长了以后 你就用点土 把这个枝条压上去 就像压枝一样 嗯 这个 它就在这里就能生根 然后到时候你把它挖出来 就是一棵新的 或者说你把枝条 这样约断以后插下来 叉枝也可以活的 所以说这个蚂齿菜很容易生长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公园野地 到处很多地方都有 挖一棵回来以后栽到这个地方 弄这么一小片 就够你吃的了 但是公园的那个可不能吃 不能吃但是你可以用它来繁殖啊 蚂齿菜呢在采摘的时候呢 不要整棵的都拔下来 除非你不想要这个蚂齿菜了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 你把它这个 像这个蚂齿菜场的这样子 你就在这个地方 把它 约断 对约断就行了 你约断了以后它就会 在这个地方又发出很多来 嗯 那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 就像剪什么东西一样 这样剪 留着根 对留着根 再一个就是说 嗯 你看 就它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长了 嗯 然后呢我留 把这个约下来 然后它在这里就会继续再繁殖 哦对 那就是说 这一小把 一会一小把就有了 对一会一小把就有了 嗯 不要凉根拔下来 嗯 它会繁殖 嗯 它挑着大的 实际上现在很论 你发现 对 对 你要想 你要想它在家里 在你家里繁殖 就是说 你让它的种子都成熟一点 嗯 就开花成熟了 老了以后 它就接种 然后就会繁殖 这个蚂齿菜呢 如果说你吃不完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呢 把它晒干 这个蚂齿菜 它的这个繁殖能力特别强 去年我是在这一片地 种的蚂齿菜 所以说你看 今年我把那个 种的小韭菜 一直到这儿 都已经长得很好了 就是从韭菜苗 长出来的那个韭菜 但是它在这个韭菜地里边 长了很多的蚂齿菜 长得到处都是 你看这个地方 也有到处都是 也有这个蚂齿菜 可以把它采摘了 嗯 其实这个地方 我已经采摘过一次 好像是凡是有空地的地方 它都可长 你看这一小把 在中午吃 就planty planty 就我们平时洗菜的时候 就在外边洗 因为蒸体好 在外边洗菜 还可以看看 像蒜心一样 而且洗完了的水 你就可以直接的 直接的把它放到地里 浇到地里边去 它比较润 你可能种子还小一点 对 哦 看见了 也还是有种子 你看 看了吧 这些就是我洗完菜以后 很多种 里边就是它 长出来的种子 这个洗菜的水里边 就是说你看 明显的可以看出 有很多的种子 你可以把这些 种子连水 一块儿浇到地里边 然后呢 第二年春天 它就长得到处都是 那你要是想留种的话 就是说把上面的水倒掉 倒掉以后 你看种子都沉在底下了吧 那这样的话 就沉到底下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 你就可以把它倒到一个枝上 对 倒一个枝上 倒到枝上 对 倒到枝上 你看这些都是种子了吧 黑黑的这些 黑黑的这些就是种子 那因为我就只采扎了一小把 所以呢 也可能不是太太老 所以就种子不是很多 所以你留种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洗完菜以后 你注意观察 你看看你那个里边有很多小黑点点 那些小黑点呢 就是就是骂齿菜的这个种子 然后呢你把上面的水倒掉 然后呢就可以留下这个种子来 但实际上如果说你自己后院已经有骂齿菜了 不需要留种子 就洗完了以后水就拍到地里 然后那些种子第二年它就都长得到处都是了 所以说不需要那个 如果说第二年长得骂齿菜 长得到处都是 长得不是你想让它长的地方 你可以呢用我们那个医苗小办法 让它长得很小的时候呢 就把它都医到你想让它种的那个地方 如果你想用种子去种这个骂齿菜的时候 这个因为骂齿菜它的种子那个粒特别的小 所以说你在种的时候呢 你要先把地湿透 然后呢再把这个种子撒上面 然后呢再在上面敷一层土 这样的话呢 种子就不容易被渗到地底下去 就比较容易出苗 骂齿菜的吃饭很多 那这个我们呢 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 骂齿菜就烫一下然后再吃 我们都觉得骂齿菜一烫了以后 里边的营养都丢了 所以都不舍得烫 然后呢就有切一切 像炒菜一样这样炒一炒 然后呢再把它量调一下 一会我们收一下我们怎么做我们的骂齿菜 这个骂齿菜呢就是说如果你吃不完的时候 或者说而且有时候我都经常就是 故意的就是说 弄一些骂齿菜把它晒干 然后呢用来做我们做那个我们上面前面有一个视频 叫骂齿菜扣肉 或者说用晒干的那个骂齿菜切得细细的 然后加上那个葱姜 葱姜还有辣椒 然后做成那种下饭菜也特别的好吃 所以说这个骂齿菜呢 但是骂齿菜它也叫什么晒不死的菜 就是说有一个典故就是说好像骂齿菜以前救了太阳 所以说呢太阳再毒这个骂齿菜也晒不死 所以说都说是那个太阳去保护这个骂齿菜 所以说你要想晒骂齿菜的话 就是说要把骂齿菜洗干 然后放到水里稍微烫一下 或者是放到蒸笼上 最好是放蒸笼 因为这样营养不丢 放到蒸笼蒸一下 然后再拿到沃尔布晒 这样骂齿菜才能晒干 如果说哦我就把骂齿菜这样弄了以后 放到太阳下晒 它晒不干 对 因为骂齿菜对生命力特别强 那肯定没有救过太阳了 但是对凡是吃这个生命力旺盛的东西 往往都是比较好 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